這兩類的人很容易在低碳高脂肪的飲食之後 造成D-MU膽固醇的不要高 其實就不用太過緊張 這並不代表你腥血管疾病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這時候只要經過一些飲食的調整 或者進一步的檢測 就可以了解到我們腥血管健康的程度 嗨 大家好 我是李唐岳醫師 繼先前我們拍攝了膽固醇不緊張 教你怎麼看膽固醇的素質之後 其實已經有許多朋友對於什麼是好的膽固醇 什麼是壞的膽固醇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也在片中說明膽固醇過高不用緊張的原因 不過還是有很多觀眾朋友會擔心 就私訊我問我說 所以膽固醇高不用吃藥也沒關係嗎? 要回答這幾個問題之前 我先幫大家做幾題的是非題 先幫助大家做一個觀念上的釐清 我們先看到第一題 吃蛋黃會讓膽固醇升高嗎? 錯! 其實那個吃蛋黃對膽固醇的影響 已經困惑很多朋友了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迷思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解釋一個重要的觀念 其實在30年前 在1991年就有一個醫學報告發現說 一個88歲的老人家住在安養中心 他每天居然要吃25顆的雞蛋 所以他這個狀況已經持續了至少有15年的時間 他們非常驚訝就是幫他做抽血 做一些病實的調查 結果發現他沒有心血管的疾病 而且抽血的膽固醇所有的素質都正常 這時候就有研究的人去調查說 到底為什麼每天吃這麼多雞蛋 結果膽固醇卻沒有變化呢? 研究就發現說其實 88歲的這個爺爺 他身體的特質異於常人 就等於說他吃進去這麼多的雞蛋跟膽固醇 但是他身體本身這個膽脂酸代謝能力 就跟著被提高好幾倍 會把這些膽固醇代謝掉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觀念就是說 就算你吃進去膽固醇的量有多少 我們身體會有一個吸收合成跟代謝排除的機制 你吃進去的太多 也許你就會吸收合成減少 代謝排除就會增加 而從這個醫學報告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膽固醇本身會有一個代謝排除 以及吸收合成的機制 當然這個機制是非常的複雜 我們今天就不特別的去詳談 但是我們也可以知道 當你吃進去的比較多 我們身體的吸收跟合成也許就會減少 排除跟代謝的功能就會被加強起來 所以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吃完雞蛋之後 到底對我們膽固醇的影響是怎麼樣 那從這個圖表可以看到說 其實大部分人它低密度膽固醇都是持平的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最可怕的那些小顆致密的 或是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 其實不會有太高的變化 可能會降低或是持平 那至於大家最關心的高密度膽固醇 好的膽固醇 反而會有增加的效果 而且增加的都是那些比較大顆粒 是最有保護力的高密度的脂蛋白 而另外在低密度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的比例之間 也會取得一個平衡 所以在1990年的時候就有一個研究 他去蒐集了11萬名的健康男性跟女性 去針對他們吃雞蛋這個行為 以及腺血管疾病做一個分析 結果研究就發現說 就算你每天吃超過一顆的雞蛋 也不會增加你腺血管疾病的風險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的這個族群 吃雞蛋的量就要稍微克制一下 第二題 吃太多泰油會導致膽固醇高嗎? 答案一樣也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吃雞蛋 或吃很多的油 吃很多的肉 就會導致膽固醇的增加 因為他們就認知覺得 這些食物裡面膽固醇含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先釐清一下 應該是知道說 飲食裡面的膽固醇攝取增加 會不會導致我們身體裡面膽固醇的升高 其實在1992年就有人去做過研究 他去透過一些飲食的改變 去了解說我們飲食裡面攝取的膽固醇 跟我們血液裡面膽固醇濃度的變化 就發現說確實飲食中膽固醇濃度 對於我們血液裡面膽固醇會有稍微的影響 影響的幅度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從我們這個圖表這裡看到說 其實大部分人認為 就像我們左邊這個圖示一樣 我們吃進去膽固醇跟血裡面膽固醇的增加 呈現一個線性的關係 但是在30年前 這個研究就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這樣的 他發現說其實我們飲食裡面的膽固醇 雖然跟血中膽固醇會有點關係 但是關係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除非你原本是完全是零膽固醇的飲食 才會造成一個血中膽固醇大幅的增加 所以吃太多太有 並不會導致膽固醇的增高 而在2020年就有研究回顧去分析 這些觀察性研究也告訴我們 飲食的膽固醇或是你吃雞蛋 都跟我們心血管疾病 包括心肌梗塞、中風沒有關係 而另外如果我們做一些介入性的研究 包括改變我們飲食裡面的膽固醇 我們也發現說 就算膽固醇有稍微的增加 低密度膽固醇跟隔壁膽固醇 並沒有太多的相關的變化 而且跟我們心血管疾病也沒有關係 第三題 膽固醇膏會導致心血管疾病嗎? 錯 這個是蠻多人的疑問跟迷失 也是一種恐懼 大家對於這種膽固醇 特別是低密膽固醇 就不知道為什麼 天生充滿了恐懼感 在過去也有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他在2000年到2006年之間 收集了所有因為心血管疾病 住院的病人的資料 在住院之後 24小時之內去幫他做抽血 來看看說他們當時因為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中風住院之後 膽固醇到底是處於哪一個位置 其實這個研究有收集了13萬6千多人 他發現說其實有高達50%的人 他們低密度膽固醇根本就不到100% 甚至超過130%的人也不到1.4% 這時候就會發生一個疑問就是 如果我們覺得膽固醇高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那為什麼這些心血管疾病人 跟其他生活型態或先天的身體的條件 就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新的研究也告訴我們 其實低密度的子彈白在血管裡面存留太久 還是會參與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小顆致命的低密度子彈白 它很容易穿過我們的血管 而如果我們身體處於一個發炎 或氧化壓力比較高的狀況之下 它就會變成氧化型的低密度子彈白 確實這些氧化型的低密度子彈白 就會吸引一些白血球 巨刺細胞的吞噬 形成泡沫細胞 也會影響到我們血管的彈性 血管的功能 所以膽固醇高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這個答案是錯的 但是低密度子彈白在一定的狀況之下 確實也會參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所以也有前瞻性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它去追蹤了28000多名女性 大概21年的時間 它發現其實跟我們瞻性的心血管疾病相關的因子 主要還是一些糖尿病 代謝性的症候群 高血壓肥胖比較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也非常擔心 自己會有這些心血管疾病的話 應該是針對這幾個指標 好好去做控制跟處理 再來如果想要了解 自己身體的氧化型的低密度子彈白有多少的話 也可以透過抽血的方式來取得這個數值 就可以更進一步確認說 自己的身體的心血管健康的程度 最後一題 膽固醇高就馬上要吃藥嗎? 答案一樣是錯的 其實根據統計 有人去分析說膽固醇高有沒有什麼其他原因可以去找到 就有研究發現說 將近有1%的人其實都是可以找到特定的原因 而在我們門診也經常發現說 有些人是因為甲狀腺功能的低下 自體性甲狀腺的疾病 或是一些甲狀腺發炎 造成這膽固醇節節升高 這時候重點應該擺在甲狀腺的調理跟治療 而不是馬上去找降膽固醇的藥來吃 另外其實有很多原因也都跟膽固醇升高有關係 包括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啊 或者本身有肥胖、喝酒、抽菸、糖尿病這些問題 以及有使用特定的藥物 包括像避孕藥藥或是一些利尿劑 都會導致這個膽固醇的升高 如果你不去處理這些問題 只是拿膽固醇的藥來吃 其實反而會造成身體有很多的副作用 包括像有些病人吃了之後 覺得雙腳很容易嚴重的痠痛 甚至會造成肝功能指數的異常 這時候就得不償失 而且對我們健康是沒有什麼直接的效果 而再來有一類的人也是會遇到膽固醇升高的情況 像我們很多朋友都在執行一個比較相對低碳的高脂肪的移植 結果抽血的時候發現說 低密度的膽固醇反而是節節的升高 但是這種人也不用太過緊張 因為我們發現同時高密度好的膽固醇也有增加 而且三蒜幹藥脂這個血脂肪也有降低 而誰比較容易變成這種高反應者呢? 比較常見有兩類的人 第一個是本身你BMI不是很高 不是嚴重的肥胖 再來就是三蒜幹藥脂比上高密度膽固醇的鼻質 只是比較低的 這兩類的人很容易在低碳高脂肪的飲食之後 造成低密度膽固醇的標高 其實就不用太過緊張 這並不代表你性血管疾病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這時候只要經過一些飲食的調整 或者進一步的檢測 就可以了解到我們性血管健康的程度 相信我們今天做完這四題的是非題 有膽固醇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放心不少吧 你會發現其實真正因為膽固醇高需要吃藥的人 並沒有這麼多 一來是膽固醇藥有一些我們剛才提到的副作用 二來是比起吃藥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原因 接著李醫師就幫大家整理一下 我們面對膽固醇高可能可以處理的方式 膽固醇高的時候 在體檢報告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自己高密度膽固醇的是多少 以及上壓幹藥脂的比例有多少 另外包括空腹血糖、糖花血色素 這些代謝性的指標也非常的重要 甚至有些朋友的體檢會有一些發炎指數CRP 這也可以做我們身體發炎情況的參考 如果你還是覺得很擔心膽固醇過高 你可以進一步去看看我們紫蛋白的大小顆粒去做分析 看看那些比較大科具的保護力的高密度膽固醇 或是小顆致命的低密度膽固醇 甚至是被氧化的氧化型低密度膽固醇的比例是多少 都可以協助我們進一步去釐清這個膽固醇的變化 而更重要的是膽固醇過高一定要去找原因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甲上腺功能的檢查 維他命D或是喝酒、抽菸、肥胖、糖尿病這些 都跟膽固醇高有很大的關係 而針對心血管疾病主要還是跟我們的遺傳體質 以及高血壓、胰島素阻抗、悲胖 或是身體的氧化壓力跟慢性的發炎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生活形態的調整跟飲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 而聽完這一集再次呼籲觀眾朋友 不要再被膽固醇高嚇到 你以為的高其實不是高啊 你以為心血管問題跟膽固醇也沒有直接的關係 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請按讚、分享跟訂閱 有慢性病減重或是血脂肪的問題 都歡迎到初日診所來找我討論喔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